暴雨洪涝灾害包括哪些? 暴雨洪涝灾害包括洪水灾害和雨涝灾害两类 其中,由于强降雨、冰雪融化、冰临、堤坝溃决、风暴潮等原因 引起江河湖泊及沿海水量增加 水位上涨而泛滥以及山洪暴发所造成的灾害 称为洪水灾害 因大雨、暴雨或长期降雨量过于集中而产生大量的积水和净流 排水不及时,致使土地、房屋等次水受烟而造成的灾害称为雨涝灾害 由于洪水灾害和雨涝灾害往往同时或连续发生在同一地区 有时难以准确界定,往往统称为洪涝灾害 其中,洪水灾害按照成因可以分为暴雨洪水、溶雪洪水、冰临洪水、风暴潮洪水等 根据雨涝发生季节和危害特点 可以将雨涝灾害分为春涝、夏涝、夏秋涝和秋涝等